派拳手的回合 波球遭到伊龙重拳轰炸 险些被KO 靠楼豹才勉强撑过去 这可能是波球第一次被中国拳手中击 也是他在中国最著名一战 原因就是他的对手 是中国自由搏击第一巨星 武僧伊龙 他以武僧的形象在百姓立台出道 击败了很多业余拳手 随后武林峰安排他打职业比赛 也取得了连胜 但是因为打的都是一些菜鸟 所以没有引起注意 反而是因为金钟罩铁布山 少林弟子等标签受到了很多质疑 一些拳民指责伊龙打假拳炒作 武林峰也受到了牵连 所以他们急需让伊龙打败一个高手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时候已经不再巅峰状态的波球 被武林峰看中 前不久他刚刚被远兵打得狼狈不堪 状态很差 所以武林峰马上邀请波球来对阵伊龙 想让伊龙踩着波球的肩膀爬上去 这场比赛的宣传造势前所未有 武林峰称这是一场世纪之战 邀请了曾直裁帕奎奥和梅维瑟比赛的托尼维克斯 来当本次比赛的裁判 把分裁判也找了英国韩国和中国三位裁判 以显示本次比赛的正规性和公平性 赛前很多人都预料伊龙会被波球交错人 但是比赛过程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多次以扫踢支撑腿的招数将波球放倒 引起了全场的贺彩 上来先升多人 这会不会是下一个方法 哇 没打到两次 会不会是下一个方法 哇 没打到两次 哇 今天的伊龙啊 战斗力啊 超过两把呀 伊龙已经静止了太久了 哇 哇 哇 最具特色的人物伊龙和代表泰拳 最具在这个整个的名声上 已经代表了一定程度代表了 这个多数的一种出行 伊龙又开场了再第二点了 没错 上钩拳 而波球作为泰拳手 有一些慢热 在回合后半段开始进入状态 以西法发起进攻 扫踢和拳法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胜利的天平逐渐倾向波球 而伊龙经历了百战 经历了从草根到职业 伊龙已经走了太久了 这场比赛因为两年的时间 双方已经准备了两年 第一回合 双方半斤八两 伊龙前半程占优 波球在后半段找回面子 曾经的希腊小帮导致 小小时的波球 曾经一同也知道 相对于战绩 相对于面对的拳手 与严厌 一种没有太多的优势 一种多赢的 这一种的武器 现在全是 实施的先把揍人的 没有出过太重的几攻 有个条跟决定 袭击 要知道 波球的袭击 肯定让 声名一时的前K1 专门改变了规则 到了第二回合 伊龙试图顾忌重施 但并没有太好的机会 而这时候 波球已经熟悉了伊龙的套路 逐渐开始占据上风 他的扫踢和西法 多次命中伊龙 因为第一回合开局冲的太忙 波球的体力逐渐开始下降 他也开始和波球 玩起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内围 试图以霍西尼的方式 让比赛变成一场烂仗 虽然两个人搂抱非常多 但不管是有效打击 场面 还是控制能力上 波球都是占据绝对优势 这回合判给他 没有任何问题 到了第三回合 双方的体能都有所下降 尤其是伊龙 在前两回合拼得太凶 几乎烧光了自己的体能 所以接下来这回合 大家猜测他会被暴打 但是在双方一次对拼中 伊龙在扫踢过后 一个转身边拳 中击了波球 这一拳堪称神来之笔 当时波球就有些眩晕 马上搂住伊龙缓解一下 而伊龙此时虽然乘胜追击 但是开局拼得太凶 导致后来直接没有了体能 后续的拳法并没有将波球终结 两个人也拼到了最后一刻 最终裁判宣布波球点数获胜 而在宣布结果的时候 波球似乎也不敢相信是自己获胜 他不断回头看自己的团队 眼神中不是自信 而是有些难以置信 大概他觉得自己 会被伊龙的主场哨打败 实际上这场比赛 两个人打得非常接近 首回合伊龙和波球平分秋色 第二回合波球找回优势 而最后一回合 伊龙凭借那个重击拿下比赛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加赛一局 但是判谁获胜都不算黑 因为每个裁判的倾向和喜好不同 只能说两个人确实非常接近 这场比赛过后 伊龙的名气大涨 很多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原来只认为他是一个三流拳手 没想到他和波球竟然打得步相上下 不得不说 伊龙这次的战术执行非常优秀 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转身边拳一锤定音 这一战也是伊龙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 伊龙是波球迎战的第七位中国拳手 此时波球依然保持着对华不败 而中国另一个顶级赛事 昆仑爵已经悄然崛起 波球将重心转移到了昆仑爵上 继续开始了他的狩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